電視牌照事件 觸發演藝界內控 導演會會長以東昇 協定演藝人協會發聲明 全城鬧爆 鄭志偉問責下台 並即時退出導演會 解明不開以東昇 不做演藝人退出導演會 鄭志偉以東昇 決裂 王秋生在Facebook一句 自偉食屎貓 揭露事件另有內情 據知早於事件之初 曾志偉和以東昇 都已經有共識發聲明 撐發牌 但演藝人不同意 只撐王維基同一個機構 要求重新草以聲明內容 不過 以東昇把口就答應 誰知19日早上已經率先出了聲明 並擊除演藝人協會國名 曾志偉被全城鬧爆 慘被封為維穩掌門人 以東昇這麼心急 表面理由就是盡快表態 搞定這件事 不過背後原來就另有私心 他一對侄子侄女 姜文傑和姜麗文 二老姜大衛 都跟王維基打工 雖然他口口聲聲說不懂王維基 但有人就踢爆 以東昇媽媽過身的時候 王維基不單止有去寧堂致祭 連爆起靜家女 他們都抹在一起 兩個這麼Fat 難怪一定要拆王維基 M.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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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O.O.Ofen